槍打川普 拜登倒了 对 是 然后现在我们看起来 现在中共要认真面对一个 重返白宫的川普 然后估计川普会对中国 继续采取强硬立场 就如当年拜登接川普之后 对中国是继续采取强硬立场 对 并不是两个人有策略上的不同 而是不同阶段有不同作法 这个很合理 就是说川普打第一节 然后拜登打第二节 现在川普回来打第三节 我们用NBA的篮球赛来比喻 所以它不是策略不同 他们现在已经共同定位 中国是美国的威胁 全球秩序的威胁 所以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来执政的话 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一样 所以不是因为川普要赢了 所以A股才完了 就算不是川普赢了 A股还是完了 再来一个 你看现在很多国际上的政要 赶快去跟川普会面 探讨一下他打算接下来做什么 表示各个国家都有心配合川普的重返白宫 有些人说川普的强硬立场 可能会让某些人调整清美态度 变成中间势力 然后中间势力就让习近平 有机会来拉拢争取 这个有一点一厢情愿 因为你现在看得出来 各国 从波兰到沙奥地到日本 各国都在跟川普见面 了解情况 他们在做的是 准备迎接川普重新回来 嘉老师那个逻辑是 我们去回想上一次 川普在当美国总统的时候 因为他不只打中国 他对很多的盟国 以前大家觉得美国的朋友 他也是一视同仁 你看他对欧盟也是打关税战 就是一个大美国的立场 所以会不会把这些 以前的朋友 但是你现在怎么也打我 会把他们推到 跟中国比较一致的 一个阵线上去 就有这样的可能吗 你讲的这个就是表面 有这个现象 但是其实不是 为什么 他打欧洲跟加拿大 这些 甚至于墨西哥这些盟邦 对不对 关税 是打什么 钢铁 钢铁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自己产能过剩以后 把一部分产能 移到越南跟塞尔维亚来出口 另外一部分 把半成品零组件 运到欧洲 加拿大 墨西哥 然后组装完之后 用欧洲 加拿大 墨西哥的产地 卖到美国 所以江老师你的意思 他表面上是在打他的盟友 都是关税兵雷 但其实他最重要的目的是 他背后洗产地的中国 对 因为中国的产能过剩 铺天盖地而来 所以美国才发现 不是把防线设在中国门口 而是用关税把美国自己包起来 因为来自四面八方的 其实源头都是 都有可能是中国的 对 所以你会看到 美国在打好像盟友 对不对 其实是应对中国的过剩产能 瞒天而来的 然后现在所以很多人认为 其实他们深圳在做的动作 开始迎接配合 准备配合他回来 所以拿来一个什么亲美态度 动摇转成中间势力 让习近平可以去争取 更何况习近平 现在也没有多少钱 可以大傻臂去拉拢争取 现在我们讲回三中全会 要处理的经济议题 有以下这些情况要面对 媒体上都已经关注过了 首先就是支撑经济高速成长的 所谓后发优势跟人口红利消退 再来房地产市场的供需 起重大变化 就简单讲房地产危机 再来的话 从家庭到企业到地方政府 的主体性积极性都在消退 活力不足 意思就是说大家存钱不敢花钱 这个就是典型的叫什么 叫做资产负债表衰退 就是说因为我的债务没有变 但是我的资产跌下来 我的就业所得等等跌下来 所以变成说我要更加卖力 才能够去还债 所以现在所有的人 家庭在存钱还债 企业在存钱还债 大家都在应对债务的问题 他们的消费力是整体在往下降 对 储蓄偏高 然后消费下降 然后再来财政跟货币的 这些宏观调控没做好 所以你会发现 银行体系把过多的信用 拿去搞比如电动车 新三样电动车 太阳能板 底电子这些 这些所谓新三样的产能过剩 背后是银行信用扩张来的 所以我才说 他们的宏观调控出问题 没有做选择性信用管制 你要引导信用流到哪个方向 现在的话大家都 电动车可以做 一窝蜂稿 对 所以产能过剩 然后接下来当然是 国内需求不足 不足以消化这些产能 再来的话核心技术被卡脖子 所以你会发现 他们都知道这些问题 都面对这些问题 所以从全局来看 习近平如果真的有 什么经济对策 可以解决问题的话 早就推出来了 所以江总是觉得 这次三中全会 可能也没有办法 有什么重要的 我的意思是说 经济问题太复杂 也太严重 已经没有办法 找出有效的对策 天头万序 所以习近平 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现在他的所谓三中全会 所谓深化改革 是深化习近平版本的改革 习近平要的改革 习近平要的改革是什么 抓紧政治权力 维稳保党保政权 现在的改革 是把邓小平版本的改革 改革回去 他叫深化改革 那这些经济问题怎么办 不要管他 经济问题 他的模型是北韩 北韩经济不好 政权没有垮 他现在在做的事情 就加强社会监控 然后金融业 很多行业都在做监控 他在维稳 他在抓紧政治权力 他要确定 他可以终身执政定于一尊 他的改革是这个 习近平的改革 这个叫中国式现代化 MING PAO CANADA